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评泽是三星主要的半导体制造中心之一,是三星晶圆代工业务及记忆体晶片制造的重要据点。 目前,三星在韩国评泽已经投产的晶圆厂有P1、P2和P33座。 另外,还在建设P4和P5晶圆厂。 据外媒报道,三星半导体正在调整其位于韩国评泽的P4工厂的建设进度,以便优先建造PH2产线。 为此,根据相关市场消息指出,三星评泽P5晶圆厂的兴建目前已经暂停, 并将P5晶圆厂的资源投入到正在兴建的P4晶圆厂的PH2产线计划上, 预计该产线的捷径式完工后将专门用于晶圆代工业务。 三星预计通过扩大其代工产能,以希望从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的手中争取更多的客户。 另外,三星P4晶圆厂还将兴建PH3产线,用于生产GEM等GET晶片。 据了解,三星之所以调整建设计划,是因为公司认为近期市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将会上升, 并希望做好产能准备以满足市场需求。 不过,三星此前曾表示,P5晶圆厂暂停是为了进行检查。 但市场分析师认为,由于先前半导体市场的低迷,三星很可能放慢兴建P5晶圆厂的脚步。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因市场低迷的情况而使得业绩受到冲击,甚至取消了2024年半导体部门高管的奖金。 三星前两年,首次生产三奈米多桥通道场效应电晶体MBC-FET,这是基于三星2022年的GAA技术。 GAA技术可以在FinFET一代之外,进一步缩小器件尺寸,降低供电电压水平,提高供应效率, 同时提高驱动电流能力,实现更好的效能,然而事实上,效果并不好。 为此,ARM和三星宣布展开合作,将共同优化下一代高效能Cortex-X和Cortex-A处理器设计, 以适应三星即将推出的二奈米级GAA-FET制程。 即将在三星晶圆厂最新的GATE ALL AROUND,也就是GAA工艺技术上,优化下一代ARM、Cortex-X CPU。 这一合作建立在与ARM数年的合作基础之上,数百万设备已采用了ARM CPU智慧财产IP, 并在三星晶圆厂提供的各种工艺节点上运行。 通过ARM和三星的合作,两家公司客户将能根据客制化设计需求, 获得三星二奈米优化版本的Cortex-A或Cortex-X核心的授权, 从而简化开发流程,加快产品上市时间。 外界猜测,这可能代表三星有望快速推出在数据中心和其他领域的二奈米产品。 不过,ARM和三星都没透露,合适为共同客户提供第一批合作成果。 报道称,这次合作将聚焦于下一代二奈米级制程优化ARM的通用CPU内核, 以大幅提升效能,同时降低功耗。 由于合作项目细节尚未完全公开, 还无法确定是否也有为三星预计于2025、2026年推出的SFR和SF2P制程客制化ARM的IP。 两家公司有着大胆的计划,重新定义二奈米GAA工艺, 为下一代数据中心和基础设施客制化晶片, 同时推出一项开创性的人工智慧AI晶片解决方案, 将彻底改变未来的生成式人工智慧AI行动运算市场。 ARM高级副总裁兼客户业务总经理Chris Burgi表示, 在最新三星制程上,优化Cortex-X和Cortex-A处理器, 彰显重新定义行动运算的共同愿景, 期待继续突破极限, 满足AI时代对效能和效率的苛刻要求。 搭载三星下一代GAA工艺节点, ARM推出了经过优化的最新Cortex-X CPU, 带来额外的效能和效率改进, 将用户体验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持续的交付产品的压力下, 确保第一次就能正确制造出具有最具竞争力的功耗、 效能和面积、PPA特性的锡片至关重要。 因此,设计与制造不能再分别优化。 从一开始, 三星和ARM团队就采用了设计技术协同优化。 这是实现下一代Cortex-X CPU设计、架构和GAA工艺技术、 PPA优势最大化的关键因素。 生成是AI是新一波产品提供优质用户体验的关键增长驱动因素。 通过此次合作, 三星和ARM加快了在三星最新GAA工艺技术上 优化下一代Cortex-X CPU的实施, 推动行业领先效能的下一代产品创新。 另外,ARM还发表了一套新的晶片制造蓝图, 据称可以将开发数据中心处理器所需的时间缩短至不到一年。 ARM的底层技术广泛应用于半导体行业, 几乎为世界上所有智慧型手机提供支持。 该公司一直致力于从英特尔和AMD手中 夺取数据中央处理器或CPU的市场份额。 由日本软银集团控股的ARM表示, 其CPU将成为许多人工智慧、AI数据中心中 与挥达晶片的首选搭配, 这帮助推动ARM股价上涨超过60%。 ARM的数据中心处理器技术已被亚马逊、 微软和为Oracle供应晶片的安培运算公司使用。 ARM宣布了新一代运算核心, 即数据中心晶片的最核心部分的设计。 但更重要的公告是, 这些内核将作为ARM所谓的运算子系统的一部分提供。 该产品将内核与ARM的其他产品结合在一起, 形成更接近完整的晶片设计。 ARM表示, 客户可以使用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最初的想法转变为测试晶片。 这大约是传统两年晶片开发周期时间的一半。 ARM表示, 微软已经使用该子系统技术来设计去年发表的Cobot晶片。 这是一件大事。 晶片研究公司Shroud Research的Ryan Schroud 在谈到缩短开发时间时说道。 Schroud表示, 英特尔和AMD等传统晶片公司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是保持稳定的设计节奏。 现在, ARM愿意为任何愿意为其蓝图付费的客户提供这项工作, 即使它们不是传统的晶片公司。 这就是为什么亚马逊、 Meta和微软开始构建自己的平台, 而不是仅仅构建一次, 而是对其进行迭代的原因之一。 它们相对较快地推出了新一代平台。 当然, 面对三星与ARM联手公关2奈米工艺,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带子公司TSMC Partners发表公告, 售出日本软银SoftBank集团旗下厂ARM持股, 以每股119.47美元, 总计售出85万股, 获得利益约5800万美元, 约合18.28亿元新台币。 售出后, 台积电仍持股数约111万784股, 持股价值来到1.35亿美元, 约合42.55亿元新台币。 ARM于2023年9月在美股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初次公开募股, IPO定价每股51美元。 台积电当时斥资近1亿美元, 参与ARM的初次公开募股, 取得约0.2%股权。 而在ARM在挂牌上市之后, 股价便开始一路上涨, 近期股价已经达到121.77美元。 累计资挂牌以来, ARM涨幅已经高达117%, 从原本软银集团的脱油瓶, 一跃成为集团获利金基。 而针对本次的售股动作, 台积电回应表示, 主要是回收成本, 之后无进一步是股计划。 外界认为, 此次股权出售是台积电对ARM的部分减持, 反映了台积电在资本运作方面的策略调整。 台积电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代工厂, 此次出售ARM部分股权, 可能是为了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 提高资本效率。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